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永哥 刚刚去拿了一个快递 这个是搞这个房子的墙面上面的 住家 放熏熏和贝贝两个人的相框 搞一些小盘栽的那个 住家 四天了今天才去拿上来 我想吃鱼 这里没有鱼 这里只有一个小美人鱼 我想吃鱼 我想吃鱼 这个家伙 这个三轮车我买了不到十天吧好像 刚刚骑车下去拿快递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然后我马上又找朋友 验证过了这个消息属实 是这么个事情 上个月嘛 我这边就是我镇上 跟我隔壁一个村 总共是出了两起车货 一起是女士摩托车 一起是这个三轮摩托车 好像两起车货人都去世了 三轮摩托车出事的地方 就是在熏熏那个小学门口 是转货车 是因为三轮摩托车逆行 然后速度过快 然后那个隔壁是那个女士摩托车呢 就是好像是载了一个人 是因为那个老人家年纪大了 然后当时是两个人都没了 然后这两个事件之后 上面就决定下来一个交警中队 开始抓三轮摩托车 本来我在买这个三轮摩托车之前 也就是在这两起事故之前 我这边是不抓这个车的 因为在乡下嘛 大家买这个车都是拿来拿一些农产品啊 然后农用一下也不会说去上高速什么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没抓过的 而且骑这个车的都是老人家 也都没驾驶证 好像不止我这边 好像是只要是乡下 骑这个车的一百个人里面 至少有九十九个是没有驾驶证 没有牌照没有保险那些的 只有几个别的有牌照有保险 但是这次交警中队下来是又要抓驾驶证 又要抓牌照又要抓保险 反正什么都要抓 哎呦你要掐死爸爸了 快去跟哥哥玩 快去跟哥哥玩 本来当初买这个三轮摩托车 也是想方便家里用嘛 拉拉货 然后接送小孩也方便嘛 就不用怕刮风下雨了 尤其是我爸扯鱼草也方便 因为他之前骑那个两轮摩托车去扯鱼草 摔了两次 真的每次看见他骑那个两轮摩托车出去扯鱼草 我真的心惊胆战的 然后想了想去 我就把这个车给买了 其实当初在买这个车之前 就是我第一次带我爸去正上看车的时候 那次视频发出来之后 有好多朋友在底下跟我讲 可以买一辆五菱红瓜 或者什么其他便宜点的那个牌子的面包车 其实我当时我也想过 但是怎么讲呢 第一个我有驾驶证我爸没有嘛 我买个车最主要也是我能骑 我爸也能骑 第二个当时身上的确也没那么多钱 后来在看了大家的建议之后 想来想去我也想了好久 最后还是决定去买这个三轮就算了 因为这个说实话在农村里面农用的话 还是这种车方便一点 但是要跑远一点那肯定是面包车好一点 而且我刚刚带着车区背背下去拿快递的时候 我也发现了这个车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我之前我还没仔细去看 但是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油表 我买回来的时候是加了一百块钱油 整整一百块钱 然后这段时间都没怎么骑 就我爸骑出去瞅一下鱼场 我刚刚骑下去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油表 那个油表已经到红色那里了 也就是说这个油已经见底了 这样一算的话 大概总共加起来这十来天 最多没有骑到一百五十公里 但是烧了将近一百块钱油 这样一算起来这个车最起码要六毛钱一公里 真的有点吓人了 可以说一辆SUV只要不是市区的 都没这个油耗的 这个油耗太高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油表 大家看这个是油表 现在是在那个红色指针那里 因为还没有插钥匙 然后你看插好钥匙之后 它要只到这个白色最底层这里 很快就要到这个红色了 这样一算下来的话 只要到这里 只要到这个红色就基本上没油了 有点无赖呀 这样一搞的话 就像我花了六千多块钱买了个摆设 现在不能骑了 因为如果要骑的话 要到邵东去上牌 买保险 还要带我爸去考个驾照 但是我爸今天已经六十五了 说实话 他那个视力啊什么的都不行了 考驾照 是真的有点悬 但是如果说不带他去把驾照考了吧 这个车又只有我能骑 他又骑不了 我倒可以去考个驾照 因为我骑车开车都还可以的 其他的你像头盔啊什么保险啊 上牌啊这些东西都好讲 因为这个车本来就有手续嘛 然后只要把手续拿出来 上牌是能搞定的 保险估计几千块钱的车 三轮车 保险应该是一千多块钱年吧 应该也不贵 我还没去问 这一次是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估计很多车都会被抓 可以说一百鸟里面最起码要抓九十九鸟 我在水里抓鱼 你在水里抓鱼啊伯伯 你衣服不脏了是吧 你衣服很干净是不是 我 是不是嫌弃爸爸洗衣服洗得太少了呀 我在抓鱼去哦 好你多抓两条啊 爸爸等着你抓的鱼今晚上加餐 站起来站起来 那是不是脏死了 我今天也请我吃白菜了 哈哈 今晚上要吃白菜了 现在这样子一搞的话 其实我当时就应该听朋友们的 真的 我当时买这个车是花了六千四嘛 然后买一辆二手的面包车 估计是两万多块钱 三万块钱吧 看买什么牌子的 如果是买五年红光A4的 二手的话 六年之内的车应该是三万这样子 嗯 我当时也看了宝骏730 嗯 一六款的是四万多一点 我当时看完了两款车之后 哈哈 看了一下我微信里面的鱼儿 然后 还是打下来那个念头 因为怎么说呢 没有那个能力就不去做那个事情吗 说到这里我最后再跟大家说个事啊 昨天有些朋友在视频里下留言说 我做自媒体现在好像很赚钱 就是说为什么跟阿姿在一起的时候 就没有借房子 然后现在一个阿姿离婚 然后就马上开始借房子 其实做自媒体有付出肯定就会有回报嘛 至于这个房子是这样子的 我之前自己身材有一点嘛 不多 然后我爸身材也有一点 然后我视频里面那个叔叔 再借了我们一点 然后我姑姑也借了一点给我们 就先把第一级搞好 然后把第一层搞上去 并不像蓬蓬说的啊 做自媒体 虽然说做的好是能赚钱 这个不假 但是如果说刚起步就很赚钱 那个是不现实的 下来下来那里不安全 下来 把没放上 我去海里掌鱼 大家看 这就是我家贝贝认为的海 贝贝 你这个海也太深了吧 现在这段影响真的有点亏大了 怎么说呢 只能我先去考个驾照 然后把这个车的牌道就上了 把保险给买了 然后每天早上我送我爸去扯鱼 潮大鞋 烦死了 买个车十天都不到 现在就只能摆在家里 然后北宫子那个小宝马也骑不了了 那个小宝马也要等他回来 然后把手续拿给我 我去把它给上一下牌 头盔我反正已经买了 之前买的半个月不发货 我就重新找了家店下单 我好像是朋友们刚跟我讲的时候 然后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 我一直没怎么在意嘛 因为有时候要忙也没继续来 等到后面朋友们又提醒我的时候 我就一看 怎么半个月来还不给我发货 我对了朋友们 我跟大家说个事 因为我昨天不是把抖音也给开通了嘛 然后头条号那个名字我也改了一下 现在改成永哥的励志之路了 然后抖音是跟头条号的名字是同步的 不过虽然我的抖音号跟头条和西瓜 那个帐号名字和头像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现在在抖音还没发视频 所以大家输入我的帐号名之后 如果选择综合的话 还是会进到西瓜视频去 所以大家在输入我的帐号名之后 要选择用户 在用户里面我自己说的话是排名第一的 大家看头像跟帐号名就可以了 朋友们如果有抖音号的话 可以去帮我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了 因为我抖音不会跟头条同步的 像我头条发的视频都是比较长的嘛 都是上传一些我跟两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嘛 然后抖音的话 我只上传 圈圈跟贝贝日常生活中互动的小片段 基本上都不会超过三分钟 跟头条的视频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如果想看更多圈圈跟贝贝 互动的场面的话 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的 最多就这几天吧 抖音我就会开始上传小视频 做自媒体两个多月了 两个月要多一点吧 一直都有好的朋友在支持我 在这里我再次跟大家说一声感谢啊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